HELLO 各位 歡迎來到立昂TV 最近呢 有些球友私密我說 怎麼樣呢 可以去把球 擠得有質量 而且呢 力量可以增強 那你可能會常常聽到很多教練 或是很多球在跟你說 要縮短你的拉拍 要縮短你的拉拍 這樣子呢 急球點呢 跟你急球球路呢 會比較準確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說的是 你要破除這個迷思 你不應該縮短你的拉拍 為什麼 常常很多業餘的球友 或是初階的球友在縮短拉拍的同時呢 他的身體是沒有轉身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職業球友 他雖然拉拍不大 但是他轉身轉得非常足夠 那當你沒有轉身的時候 會造成幾個缺點 就是你只有拉拍拉一點點的時候呢 你推出去 推出去的這個路徑 的發力點就只有從這裡 到這裡 那當你有一個轉身 Unitor轉身的動作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你揮拍的時候 的軌跡會變長 所以不要再把你的轉身 拉拍 縮短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職業Pro的選手 例如Jokovic 他拉拍是大的 但他轉身也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職業選手們 他的轉身是非常的足夠 所以當他擊到球的時候呢 當他timing正確 所以他的球 通常都會比較有質量 OK 那剛剛在影片中呢 會有兩種動作 相信大多數的球友呢 都會選擇第二種 為什麼會選擇第二種 因為看起來比較自然 而且呢 球的力量以及身體用的慣性 會比較足夠 那這樣球自然擊出來就會搶 我示範也是剛剛第一種的拉拍 你從背面看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 這樣這樣這樣 好 好 那這樣是一個不完全的回拍 可以再一次 第一種 身體是面對球場的 跑跑跑跑 好 隨便揮一個動作 這樣子 那這樣你球就比較不會有質量 那當你呢 當你加一個uniter的動作 就是轉身的動作呢 當你把肩膀 轉過來 欸有沒有感覺我的身 有沒有感覺我的身體呢 往後 還有球拍感覺 拉的會比較大一點 從側邊看呢 會變成這個樣子 第一種 身體面對球場 好 這樣揮拍 那第二種 雖然第一個一開始的步驟一樣 那加上一個轉身的動作 欸 感覺 就比較不一樣 那你等一下呢 我會教你兩個步驟 來練習 第一個呢 你可以自己拋球 先踩開放式 先把你的左手 然後 往後推 拉拍的時候 固定住 在你身體的正後方 有沒有看到 在你身體的正後方 有些會拉太大 這樣太大你出來 會破好控球 OK 轉到這邊來 好 球往前擺 下去的時候 用腳 去出力 腳出力 滾完一個揮拍 好 做一個轉身拉拍 你會感覺到 左邊會有點緊緊的 側身 面對著球場 OK喔 球擺著 揮出去 好來轉身拉拍 左手扶出來 腳在前面 這個呢 就是有一個Uniturn的拉拍 當然 踩Close也是一樣 轉過去 腳踩穩 揮出去 好 那當你呢 固定好你的動作之後呢 固定好你的轉身拉拍之後呢 你可以加速 你可以一顆球 開放式 一顆球 封閉式 確保你的轉身轉好 然後左手放球 開放式 揮完 回來 左腳踩好 過去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很快的練習 一 過去 回來預備 然後拋球 然後預備 你在練習的時候 盡量不要像這個樣子 快速的 拋了就這樣亂打 不行 你一定要 確保 你的拉拍是拉著 好的 有沒有轉身這個動作 有沒有側身這個動作 好 確保之後 再拋球 確保之後 再拋球 確保之後 再拋球 OK那當你這樣子練習的時候呢 這樣固定住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 UNITONE的轉身 UNITONE的轉身 好處就是可以 增加你 球拍 的往後的幅度之外呢 你可以增加你 揮拍的軌跡長度 記得 揮出來的時候 然後 不單純只是用手而已喔 揮出來的時候 腳要發力 腳要往前去發力 好 所以你不要再 把你的揮拍縮小了 反之 你一定要把你的轉身 做出來 這樣子你 擊球的時候呢 會更加的自然 並且呢 更能夠用身體的力量 去擊球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把你的問題打上來 我可能都會在我的影片中 回覆你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下次見 See ya